童年是玩捉迷藏,不慎搬进老院子里,看到的那一幕太可怕了,那次暑假的一个黄昏,我和村里的小伙伴阿杰几人一块玩捉迷藏,当阿杰开始倒数数时,我们几个就赶紧大跑着去找地方藏了,慌乱中我独自一人跑到了一个死胡同,这地方平时从没来过,旁边有一个荒废已久的院子,高高的围墙早已长满了青苔,再加上旁边几棵高大的槐树, 氛围极其阴森,我由于担心阿杰找到我,没多想就赶紧爬上树翻到了墙里面,进来后发现院子里更是破旧不堪,荒草变地,我寻思着阿杰一时半会也找不到,就在院子里四处看看,只见院子里堂屋大门紧锁,而且那锁早已生锈,可见好多年没人来过,我来到窗边,窗户上的灰尘多到完全看不到里面,我甚是好奇里面究竟是什么样的, 就伸手擦了下玻璃,高冷预警可刚擦了一下,就居然有一张坦白的脸伸了过来,我被吓得顿时心头一紧,一下子蹲坐在地上,等我缓过来时,我就起身再次看向里面,只见里面有个人影在向我招手,好像让我进去一样,当时不知怎么回事,就以为是其他小伙伴,想也没想就准备去把门砸开,正当这时,身后传来阿杰的声音, 小仙,我找到你了哦,回头一看,才发现阿杰正得意洋洋的坐在院墙上,你看啥呢,里面是不是还藏了其他人, 说着,阿杰就跳了下来,一脚就把门踹开,开门后只感觉有一阵阴风吹来,顿时我全身打了个冷战, 没有人啊,啥都没有,真是的,瞎看啥呢,白让我高兴一场,没人,不可能,我刚刚明明看到里面有人向我招手, 说着,我就进屋看了下,可诡异的事,竟然真的没人,此刻,我吓得冷汗禁不住一直在冒,转身才发现, 阿杰早已翻出了院子,去找其他小伙伴了,遇到了这么诡异的事,我变得非常害怕,就也准备离开这院子, 可正当我准备翻墙时,忽然听到身后有动静,转身一看,发现竟有一个身着白色衣服的人, 脸色坦白的朝我鬼笑着,我顿时吓得心脏收缩,连准带爬的翻座墙,急忙逃离了这院子, 来到外面后,我将这怪事告诉了其他人,大家听后都吓了一跳,从那后我们再也不敢在这附近玩捉迷藏了,